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随上师的教导 如果你能跟随上师的教导 你将永远不会与他分离 你将随时随地与上师在一起 即使你们位于世界的两端 他将与你同在 然而如果你没有根据 上师的教导而生活、修行 即便你花了大部分的时间 与他共处在一个房间内 你仍是远离他的 调节 调节 谅解 如果以前和父母关系不好 要试着原谅自己 也原谅父母亲 能谅解的要谅解 不能谅解的要安忍 把过去不好的记忆从心中消除 渐渐放下以前对父母的负面情绪 面对烦恼 镜子里的东西 再重也给不了镜子压力 如果我们也能像这样去面对烦恼 那就不会这么痛苦了 明镜子里的小吾 订阅 明镜子里的小吾 没有自主 一个烦恼很重的人 像生了病而发疯一般 如果有人拿棍子打你一棒 你不会怪那棍子 因为他没有自主性 一个被烦恼所驱使的人 也没有自主性 当他伤害人时 我们也不要怪他 我心里的状态 你会怪我 你不怪我 你不怪我 我心里的状态 你不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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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恶友 有时我们生活中会遇到喜欢说东说西的人 或者是私心特别重的人 首先你不要成为他的样子 但你心里也不要放弃他 心里开放地接受任何帮助他的机会 但不必和他特别亲近 因为皈依界中说 自皈依法不结交恶友 不结交会让自己退转的恶友 就是守护自己的修行 感谢观看 自敬其义 释迦摩尼佛教法的重点是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自敬其义 释诸佛教 要提防自己的恶行 静力行善 尤其是自敬其义 让自心亲近 随时观察 降服 我们的心 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要成为地球的垃圾 要看得起自己 珍惜自己 成为一个有责任的人 尽自己人生的义务 尽自己人生的义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依止上师 如何依止上师 讲到前进心 就会讲到师徒关系 我们为何要依靠一位老师 因为这位老师有一些功德、优点 而想要学习这些优点 所以要依止它 这是一个重点 因此刚开始 我要依靠某位老师 需要先观察它 是否值得我去医职 它是否真正具备德性 当你下定决心要医职它后 试着多看功德 因为你必须 把它的好处、功德、善的部分体现出来 不要总是看它的过错 不然 有的时候本来是很好的老师 但由于我们自己的烦恼和负面的情绪所趋势 可能会把它看成不好的 有一句话说 反射出这样的情境 反射出这样的情境 一个值得你依靠 同时也带着 同时也带着恭敬 好像你随时对上师深口意的功德 都是非常想要获得 都是这么欢喜 当你知道有这样的功德 当你知道有这样的功德可以获得时 这种欢喜心就是一种恭敬与前进的感受 而你也会尽力得到它 这就是为什么 在一些法教中说 仅仅只是修前进心这一法门就已足够了 你甚至于不需要修持其他法门 你会时时想到上师的功德 也会因切地想要得到 当一个人心中具备这样的渴求和欢喜心时 自然而然就会努力修持而得到这样的功德 所以说前进心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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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把注意 以为水钟ов给关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并不是马上全部都舍弃不要 如称玉利乐 有时我们还是要用来鼓励别人 这里断除的意思是 是不要太受它影响 一被称玉就得以往行 一被诋毁就沮丧曾恨 重要的是要在各种状况中 禅修平等性 这些这些惨状都会有所帮助 还有最后面的重点 就贵在乘气场上 在乘气场上 就贵在乘气场上 在乘气场上 这些惨状都会有所帮助 禅定力 做事要有定力 要把心放在所做的每件事上 随时保持决心 绝照力 这样每天晚上回想 你这一天才过得有意义 在生活里培养这种专注 而有决心的禅定力 是非常重要的 在生活里培养这种专注 感恩的心 不要忘记祖师的恩德 我们应该带着感恩的心听法 这样一定能在心中种下善的习气 法喜充满 如果心中缺乏感动感恩的心 我们讲课与听闻的 只会是干巴巴的文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陈氏上师 陈氏上师 最重要的是做事情要符合上师的心意 而非依照自己的想法 违背上师心意的事情就不应该去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人都有身体 有身体就会生病 所以每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 所以生命天使台提出来 大家多放生 多吃素 更重要的 我们去护持全世界在修行的出家人 特别在贫穷偏远的地区 佛说说 这是长寿无病更好的方法 进一步我们也做药师焉供 不施药给那些可怜的孤魂野鬼 也可以让我们长寿无病 所以愿大家除了多运动 吃素放生 多供养出家人医药 多做药师焉供 帮助那些孤魂野鬼 愿大家都健康 阿弥陀佛 4213-8483 4213-8483 4213-8483 护明中华护生协会 新逢释迦摩尼佛佛佛诞日 善行与恶行呈一千万兆备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举办 恭送玉佛功德经 金刚经即佛前大贡 恭请广护法师领众 日期5月19日星期三 上午9点 恭送玉佛功德经即佛前大贡 下午2点 恭送金刚经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生命电视高雄生命书方举办 5月共修行程 恭请战山法师领众 5月5日星期三下午2点 共修地藏经 护生祭慈悲施实 5月12日星期三下午2点 共修药师经 持108遍药师咒 5月15日星期六下午2点 新逢文书菩萨圣诞 礼拜八十八佛 鸿鸣宝灿 故生祭慈悲施实 5月26日星期三下午2点 新逢葬礼四大节日 恭送阿弥陀经 祭拜佛念佛义之乡 地点高雄生命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 472号7楼 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请与会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观音的慈悲 佛经中说 妙音观世音 半音海潮音 圣离世间音 世故虚常念 在所有的声音当中 念观音菩萨的声音 是最殊胜的 他是海潮音 是最殊胜的妙音 大家请聪明 那麽大悲观世音菩萨 愿我能得 无尽悲心 利益众生 得亚他 很正这样 阿卧波达 那耶稣 还会 三姨 地团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述往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和萨 摩和般若波罗蜜 一切菩萨摩和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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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菩萨摩和萨摩和萨 一切菩萨摩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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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摩